据俄罗斯塔斯社9月19日消息,乌克兰于日前正式宣布,将取消和俄罗斯的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,这意味着未来乌俄两国将彻底分到了扬镳。 这两个曾经的前苏联加盟国关系,已经恶化得最低点,并不断威胁要兵戎相见,俄罗斯警告趁,乌克兰中断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,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。 乌克兰全面倒向西方和北约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,未来该国将尝到这个鲁脑决定的苦果。 据报道,日前俄罗斯军方再次指责,乌克兰才是基罗马航17航班的罪魁祸首,这使得两国关系再次紧张,乌俄两国围绕着谁,才是基罗民航科技一事剑板弩张。 互不相让,俄军方拿出了在马航科技坠毁地点的导弹残片,上面的导弹编号和乌克兰军队装备都完全一致,就和此前马航17空难事件国际调查小组的结论完全不同。 后者认为基罗克基的导弹来自俄军,这使得事件的真相依旧扑朔迷离。 但这只不过是乌俄关系的一个小插曲,乌克兰目前已经全面倒向了西方,这意味着乌克兰此前的支柱军工产业面临大洗牌。 长期以来,乌克兰军工企业都是中俄等国的传统客户,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苏联加盲固合国,两国的军工体系也是无缝对接。 但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一刀两断之后,乌克兰军工产业就需要寻找新鲜血液,本来中方是最佳合作伙伴,但是美国等国近期却对乌克兰施压, 表示乌克兰既然拿着美国的军事援助,就不能再和美国的竞争对手进行军售交易,并点名乌克兰受华的200多台A-222-25波扇发动机,应当停止交付。 军事专家猜测,未来乌克兰对华军售,很可能将出现重大变化。 实际上,乌克兰对华军售完全是双赢,该国虽然继承了前苏联近30%的军工遗产,但是这根本没有用武之地,只能将其在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。 因此和我们的合作也是各取所需,一直都是我们在军事技术发展领域的养师一游。 而作为乌克兰完全放弃核武器的回报,中方也在1994年,承诺对该国提供核保护伞。 然而现在由于乌克兰及时北约的力量来断探俄罗斯,只能根据自身的形式做出抉择,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,就是国与国的交往中,永远是利益优先,没有永恒的朋友,也没有永恒的敌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